各位参加2016台电电力供需黑客松的朋友大家好,我是唐凤 今天我们之所以在这里,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想法 就是借由开放政府资料,让社群协作的力量得到发挥 今天大家有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或方案,除了让台电作为参考之外 也是让整个政府看到跟民间协作的这个典范,一次的实践 因为台电是第二次举办这样子的活动了 每次的实践都是建立在前一次的基础之上 只要能够一次一次这样办下去,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成功 回到这个活动的主题,电力当然是台湾能源政策里面重要的部分 要如何满足供需平衡是思考电力系统规划时关键的前提 即使今天只有小小的一点点进展,从整体来看 可能都是下一次的重要的突破的开始的地方 所以在此,让我预祝今天活动成功 也感谢在场每一位参与者的贡献 谢谢大家